來喔 可是我 不要可是了啦 健康操很簡單 一起來動一動 快點 沒錯 每天這樣動一動 都是為了 沒錯 這四個字 最適合拿來當祝福詞 就是祝你 神剔孔天 身體健康 我們一起來複習一遍喔 神剔孔天 神剔孔天 動畫 喂 媽媽 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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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櫃子上面跳下來了 那現在呢 去醫院了嗎 好... 有任何問題 一定要馬上跟我說喔 好 拜拜 小蜜 可愛妹 你剛剛說的小蜜是 你家的那隻貓嗎 我有點印象耶 長得很可愛啊 牠怎麼了 我媽媽說 牠剛剛從櫃子上面 跳下來了 我現在好擔心喔 先不用擔心啦 貓本來就是喜歡 跳上跳下啊 真的嗎 真的啦 不用擔心啦 貓啊 可是動物界的 忍者 請問你們準備好了嗎 那麼請聽題 第一題 請問貓可以跳多高呢 一 可以跳一公尺 二 可以跳身體長度的五倍 三 可以跳尾巴長度的五倍 那麼請搶答 五 速度非常的快 請回答 三 是尾巴長度的五倍距離 會是三嗎 那麼由二號參賽者回答 哈哈 答案是二 身體的五倍距離 呵呵 答案就是二喔 恭喜你答對了 那麼最後一題 請聽題 請問貓為什麼從上跳下來的時候 不會受傷呢 請回答 哇 實力非常的堅強呢 請說 那是因為我們厚厚的 而且我們有 腸尾巴 可以保持身體平衡喔 標準答案 恭喜你可以獲得 高級黑鮪魚一條 恭喜 恭喜 喵喵 貓咪的腳掌有厚厚的肉墊 所以可以緩衝下降的力量 貓咪的尾巴具有平衡的作用 所以牠從高處跳下來 也可以落在安全的地方 不會受傷 這樣我就比較放心了 那我覺得貓咪的尾巴很厲害耶 不只是妳剛剛說的 可以有平衡的作用 冬天的時候還可以拿來保暖耶 對啊 而且啊 妳還可以從貓咪的尾巴 看出牠的情緒喔 那我現在要馬上回去找我的小咪 等一下 回來 妳要運動完才可以走 我們說好了 每天運動都是為了妳的 神體恐天 好吧 加油 我給妳一個節奏 運動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